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点是用在什么时候的 这是用于自我保护 就是在攀岩登山当中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用得着几百个绳结的应该是专门教绳结的老师 您一般能用多少个 我用十几个 十一二个 您能顺手我们打一个吗 那是一手打 顺手打个 怎么讲 就是自救用的吧 自救用的布林结 就假如你一只手 这只手失效了 那这个 什么叫这手失效了 受伤 然后我这只手 这只手没用 我用一只手来固定自己 然后做一个对自己的固定就可以了 这样上面的人拉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布林结是 据说是万劫之王 就所有的绳结都是从它上面演变出来的 我就特别不会看这个 就是人家手怎么穿呢 我当然能看 然后到自己这 我能给自己困起来 我觉得这个绳结这个东西真的是人类的智慧 因为你通过不同的结 它不同的功用 这完全是人发明出来的 对 挺有意思的 咱们的节目从这个绳结开始 其实就是要给大家说 这种洞穴探险它有多么的奇妙 但同时又充满着风险 咱们这期节目当中 依然是通过一些洞穴探险的片段 来请我们的嘉宾现场回答问题 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也可以跟着一块参与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崇敬金佛山古老的高海拔洞穴群 为金佛山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这些洞穴群大多位于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地区 终日云雾缭绕 传说洞内生活着一些独具特色的洞穴生物 我们这次洞穴探险的过程中 能不能见得到洞穴生物的真容呢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行进到金佛洞内一处落水洞 流水从洞穴顶部渗透下来 在地面形成了几处水潭 水中还分布着奇特的石花 这样的环境中会不会有什么生物呢 调试好灯光 我们果然有了一些发现 这种白色的虾体长几一厘米左右 与人们常见的虾外形差异很大 身体里没有色素 几乎透明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 还真是比较少见 相导介绍说 当地人把这种虾叫做芒虾 它们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洞穴内 不需要色素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身体呈白色或透明的状态 奇特的是 它们不像绝大多数水生动物那样 背向上游泳 而是横躺在水洼里移动 游泳的姿势真是独特 除了这种白色的虾 我们在不远的水边还发现了它 这种千族虫叫做马鹿 它也因为住在洞穴里 而身体呈白色透明状 除了颜色不同 外观上 它与普通的千族虫差别不大 由于洞穴与世隔绝 洞与洞之间的生物 几乎不可能联系 因此洞穴物种的特有性极高 加上洞外没有发现分布 因此这些藏生在洞穴里的奇异生物 无疑是新的种类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年近七十的张钦伟 多年来一直在南川工作 对于金富珊的情况非常熟悉 这次他还带我们来到一处洞穴 让我们看看另一种怪鱼 顺着这条河走了一段路 我们的镜头 终于在水中捕捉到了怪鱼的神秘身影 但是由于洞内光线不够 我们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捕捉了几条带到的洞外 这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不是鱼 就是金富珊的那个红点子蚕的蝌蚪 你看他那个脊椎那些都能看清楚 带张酒了 带张酒了 现在种类来说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那个也是非常珍惜的动物 原来这个洞穴怪鱼竟是个大蝌蚪 而这么大个头的蝌蚪 我们还是第一回见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半透明的蝌蚪长大以后 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这个蝌蚪长大之后会是什么颜色 A半透明 B棕色 C红色 这个怎么猜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特别想知道 刚才咱看片子的时候 刘雨昕问了你一问题 说你们要真在这洞里头饿极了 被封入出去了 你们会吃这些洞里面的生物吗 我不吃 我决定吃手套 我也不吃 这为什么呢 接受不了吧 属于个人问题 我相信 如果为了补充蛋白质 有人会去吃的 你说的就是贝爷 对 或者贝爷的徒弟 这样估计都会吃 原来这种专业人士 都接受不了生吃那些东西 我不是太 活着吃着 给你煮熟着吃呢 你知道吗 我们那节目不是 可能我们有一些队员 吃东西的时候 吃的稍微慢一点 然后也有人不愿意吃 然后就有好多观众 就觉得我们有点矫情 因为你看跟贝爷一比起来 真不是 对 你看这专业人士 人都还处这些东西呢 真不是 反正我当初 吃活蝎子的时候 我觉得还行 活蝎子还行 活蟑螂的滋味 嗯 这有点怪了 你们二位在这方面 不行 求人非常怪 嗯 那其实也还 抓一把 搁嘴 人养的还是 养的 不能是那个 不能是坐坐那个 不能是你罐里养的那个 猜猜他还有一个什么用途 那个处理自己的那个排泄物 真的假的 对因为你不能 不愧是跟贝爷 不能刨个坑 就 你都去到一个那么天然 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你不能去污染他 是透明的还是白色 白的 我吃的也是那个白的 一把 一把 那个其实有点虾皮味道 对对对 对吧 那个还行 而且我吃那个比较好是什么 他是拿苹果养的 哦 所以你吃起来是带着一股果香味 果香味 那很好吃 但是生蟑螂 活蟑螂隔嘴里的时候 嗯 你又怕我都跑你知道吧 对你得赶紧 你怕他往里头窜 真的就咬着 嗯 爆浆了吗 爆了 而且土味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跟吃了一块一大块土一样 你们俩聊的东西我不领 哈哈哈哈 非吧 你给聊我都真的不可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俩是标准的中国人习惯 你要看到这洞里的这些 这些 能吃吗 能吃吗 浑身难受了 对 还是猜一下他长大什么颜色吧 因为小蝌蚝我小时候养过 那个荷塘里边不是能抓到吗 嗯 你看小蝌蚪吧 黑色的 长大之后会变成绿色 青蛙嘛 或者变成 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宜宾四川 哦 那你可能能抓到青蛙 你要我们家那边抓到小黑色的蝌蚪回家养 但凡你养子养大 发现你养只癞蛤蟆 哦 所以黑色之后长大会成黑的 或者是会成绿的 那从这样来想的话 那我还是觉得棕色吧 棕色 没什么逻辑啊 跟刚才说的话 那就棕色 我刚才节目里边提了一下 红点尺蝉是吧 红点尺蝉 那我 你太聪明了 我见过那东西 你见过呀 你去过这个洞是吗 我没有去过这个洞 我见过它的幼体 就是见过这个大蝌蚪 然后在手里边也摸过 我当时也以为是盲鱼 就是洞穴内的鱼 没想到那么大的蝌蚪 年年的 那长大之后 那个什么蝉 不得长得跟脸盘一样 我没有见过它的成体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叫红点尺蝉的话 我猜是红的吧 好 这种大蝌蚪是金佛山特有的物种 学名叫做红点尺蝉 是一种珍稀的宾飞物种 这就是大蝌蚪长大以后的样子 背部是棕褐色 两侧有一些橘红色的圆点 您猜对了吗 话说这大蝌蚪长大以后 变化还挺大的 拍摄完成之后 我们将大蝌蚪仍旧放回了 它原来生活的地方 刚才节目里边说了 有一个叫马路的东西 就是比牵竹虫的腿还要多的那个 在洞外是非常好看的一种 吃植物的一种虫子 然后长得非常好看 一截黑一截黄 就是那种 大家经常在郊区的马路上 街上能看着它 然后在洞穴内 刚才就是片子里演的那样 身体发淡黄色 比洞外边的又瘦小 然后已经开始吃 这种死去动物的这种腐肉了 从实性到它的外形都变了 还有一些 洞外边的 那叫什么小的那种 蛆蛆 还有锅锅什么的 到洞里边叫燥马 也会颜色都比较淡 一般都是白化的 那个洞 白化是因为晒不到太阳的原因吗 是有这个原因 但是它的一些细胞可能就 退化 完全没有 不用再产生这个作用 所以它就退化了 我是想问洞穴里面 就没有大一些的生物吗 好像有的地方有一些 有蛇 有蛇 有蝙蝠 蝙蝠算是很大的 蛇都不会在很深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食物链 在洞穴内 大家都知道地下水 地下水留在地下的话 能够非常澄清漂亮 没有杂质 就因为里边没有有机物了 沙子过滤 好多遍都没有有机物了 它就没有食物链 所以长不了大的洞 就是这个水体 水体的产出量很低 产出量低 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 由低到高完美的食物链 所以大型动物在里面无法生存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魔戒里面的GLOOM 那个可以 走远了 走远了 好 这洞穴当中 还会有什么奇特的生物呢 咱们记得往下看 大洞村在广西巴马县的纳舍乡 这是个偏远的小山村 村里住着百十来户人家 村头洞叫浮原洞 洞里有条地下河 平时大伙喜欢在洞口的河边捕鱼 这天从县里回到家乡的老黎 和几个村民一起进山洞里捕鱼 由于前段时间大旱 洞里的河水退了许多 不知不觉 几个人走进了洞的深处 突然老黎看见 水里有个白色东西 很显眼 原来他看到了一条很怪的鱼 仔细看这鱼 和常见的鱼很不一样 最多只有筷子长 还有一对小眼睛 和一张怪嘴 这究竟是什么鱼呢 老黎带着这条怪鱼赶到县城 直奔县水产局 没想到 专门负责全县水产鱼类的工作人员 看到怪鱼也难住了 怪鱼为什么长着鸭子嘴 为什么会出现在洞穴之中呢 其实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也一直在关注着洞穴怪鱼 赵亚辉副研究员 曾经解剖过一条怪鱼的标本 在鱼肚子里竟然发现了大量昆虫的肢体 这竟然是一条吃昆虫的鱼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这鱼并不凶猛 也没有什么攻击性 它吃昆虫只是无奈之举 在黑暗的洞穴里没有光合作用 也就没有水草等植物 它只能吃些洞穴里的浮游生物 既然和其他洞穴鱼差不多 那它为什么要长一张与众不同的 鸭嘴呢 有人说鱼嘴和鱼儿捕食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像鲨鱼这样的鱼类是从水底捕食比较方便 眼前怪鱼的鸭子嘴是喂鱼和鲤鱼嘴类似的位置 并且更突出 也许这样取食更有优势 还有人说也许这条怪鱼的鱼嘴是由鱼退化造成的 我们的问题是 这条怪鱼为什么长着鸭子嘴呢 捕食方便器官退化 反而我要想要白晶 咱们现在不是有看有些人拍那个视频白晶土圈 白晶或者喷水 其实那是白晶的一种捕食方式 它经常要吃这个 你看它其实在鸭类里面体积不算大 攻击性是比较弱的 你像它就只能是经常会喜欢捕食这个在海底淤泥里的这些食物 但是怎么让它出来呢 喊一口水 噗 往里喷 把它冲出来 所以你看 那我觉得 它能去吃昆虫 有小虫落在水面上了 它就可能这种嘴它变一点 方便一点 把它捉进来 哦 我的感觉啊 我的感觉啊 嗯 我觉得这倒不是一种器官退化 我觉得是器官进化的表现 嗯 适应环境的表现 对 适应环境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捕食方便 嗯 我同意你说的这种叫进化 嗯 它是为了适应它的 呃 周边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嗯 能把B改成器官进化 就可以了 要进化还行啊 如果不进化 你也是为了捕食方便 啊 所以就要退化吧 对 我们看证据的案是什么 嗯 要想破解怪鱼嘴部的奥秘 必须了解怪鱼的头部骨骼有什么特别 赵亚辉带的鱼的标本来到了巴马县医院 看了X光片 赵亚辉发现 鱼眼睛周围的骨骼发生了巨大的塌陷 原来洞穴黑暗的生存环境 使得怪鱼的眼睛退化 造成眼部骨骼塌陷 鱼嘴也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物种的退化现象 外鱼是一种很少见的洞穴鱼 叫小眼睛线疤 数量极其稀少 老黎决定 把这条还活着的小眼睛线疤 送回浮原洞内 毕竟那才是他们的家 所以我们俩都打错了 人是器官退化了 对 器官退化导致 导致的嘴巴成内 脸部骨骼变形 同意 是 接着咱们看另外一个洞穴当中的器官生物 无论在影视作品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洞穴都以其未知的黑暗而令人生畏 然而洞穴的黑暗也令人好奇 洞穴深处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深深吸引着人们去探索 重庆金佛山已拥有高海拔洞穴群儿文明 山里生活着不少动物 洞穴也是不少动物的家 蝙蝠就是常见的洞穴生物 传说在金佛山的古佛洞里 还居住着上千年的精灵 这些传说究竟是真是假呢 这次我们进入古佛洞的另一条支洞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这片黑色的土堆与周围的土堆明显不同 在灯光的映衬下竟然闪闪发光 仔细一看 是黑土堆上这些像银针一样的物体 来反射灯光 这种黑色的土看上去非常松软 也没有什么味道 绝不是洞内一般的黏土 并且黑土堆在洞内还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闪闪发光的黑土堆究竟是什么土呢 这能长出晶体的黑土堆是什么 A火山灰 B燕子粪 C蝙蝠粪 是什么呢它是 对啊 它是什么呢 问你呢 问我呢 黑土堆 你想想上面为什么长白色的晶体 白色的晶体应该是一种菌吧 对了 是吧 那应该就是那个粪便滋生出来的菌 有机物才会长 对那到底是燕子粪还是蝙蝠呢 但是刚才在那个洞里面不是看到好多蝙蝠吗 成群的满面墙都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选C 肯定是粪便 可能是 但是是谁的 不知道 因为我见到过类似的这种粪便上面长这种绒毛 我一开始以为洞里有一个兔子 在那块脱毛呢 就长了一个白兔子 那块身上都是白毛 然后结果是一个粪便 我当时处了一下 发现是粪便 感觉不对 对对对 还处了一下没有感觉出来 要尝一尝 天哪 真是佛屎 没事 因为有些动物的粪便 不太确定是 很重要啊 你用猫屎咖啡 对啊 你包括像五菱纸 这些都是要 五菱纸是无数的粪 残沙 残宝宝的粪 所以这个黑土堆 是粪 是粪 但是是谁拉的屎 蝙蝠 蝙蝠那么小 我选燕子算吧 尼娜 蝙蝠 选蝙蝠 第一次 我看有人猜 是谁拉的屎 这个问题猜的这么热烈 在古佛洞内发现的这些闪闪发光的黑土堆究竟是什么土呢 银融地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们 这一片黑土堆竟然是千百年来居住在洞内的燕子留下来的粪便 这些燕子粪经过与洞内特有的消土混合发酵而形成了今天的状态 闪闪发光的就是燕子粪与消土混合发酵后吸出的晶体 而根据对洞内沉积物的测定 这些燕子粪堆在这里已经存在上千年了 现在在金佛山的燕子洞还生活着非常多当地特有的燕子 每年夏天他们成群结队地从洞穴中飞进飞出 场面颇为独特 可是这次我们在金佛山燕子洞并没有见到群燕齐飞的壮观景象 因为十至九月燕子已经迁徙飞走 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 真的是燕子 燕子 被我蒙对了 没想到 我认真猜了一次吧 猜错了 被误导了 这正确答案是燕子 被蒙对了 说燕子那么黑的洞里边它靠什么定位 这倒是一个问题 蝙蝠是回声定位 燕子靠什么定位 这个怎么着进去 也许燕子跟蝙蝠搭档 住一块了 半生 燕子给蝙蝠 聊着指路 我们今儿去那地方有好多那虫子 我们白天去你们网上去 当然晚上你们得给我们指路 有可能 动物的事情谁知道呢 对很奇特 行甭管咱们奇特吧 今天的节目 咱们基本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惩罚或者说是一个体验 那就是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就说了 洞穴探险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另外就是光源失效 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 你像蝙蝠是靠声音来定位的 那么包括燕子 包括人 如果在洞穴内没有光源了的话 会很可怕 那怎么来体验这个光源失效呢 我们为此做了一番准备 来上道具 我觉得上一集就是说你看第一期第二期 你不是我就是你 这期咱们让主持人体验一下吧 好不好 行 我看行 看你打这么高 你这体验我估计我也打不过你 哇 这个东西其实普通人没关系 你要是有幽闭恐惧症的 那这 分分钟吓死人呢 我天哪 我这是 有种天塌地现的感觉 我去 哎 这个 我这现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放吧 好好推啊 救命啊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呀 这点什么感觉啊 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你知道我现在有种担心吗 我担心你们就突然都走了 谁也不理我 这也太有可能了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 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第四期的节目是什么吗 如果想知道 就把我救出来呀